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就是有一个SaaS Viya的登录网址一样麻烦一下这三个动作先点选一下老师做一次动作那萤幕我就不收了 那进来这边这个是我们自己气管系那边架的server这个SaaS Viya的server 那因为连线的关系所以说这边各位这个不是诈骗集团的你直接再从进阶这部分进去 好 那再来就是继续前往这个140-128-198.84的这个网站 好 进来之后呢就是使用者的帐秘了那麻烦一下请各位先上次给各位组长给各位的帐号密码你们就做登录好 好 那麻烦同学呢先做这件事情那我也做一下就把今天的讲义呢把它download回来 还有资料集 好 那看你是放在哪里 最好你们可以设定一个资料夹叫做SaaS Viya的资料集 好 那以后所有的这些办例啊作业啊都可以放在这里 好 那我们可以设定一个资料夹叫做SaaS Viya的资料集 好 那以后所有的这些办例啊作业啊都可以放在这里 好 那我们可以设定一个资料夹叫做SaaS Viya的资料集 好 那老师先讲一些基础的原理啊那我把萤幕切过来 好 那我把萤幕切过来 好 萤幕有 一样好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我们这一次最主要是希望 我希望藉由像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分析的这个软体发扬 那做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呢是做资料的理解视觉化 那第二件事情当然现在很热门的这个AI建模机器学习 甚至现在我们现在的CHAT GPT这么流行 好 OK 那这个软体呢 老师在第一节课有讲过 这个是一定都是大的公司在用 所以说你们学好 以后大的公司有机会的时候 所以不定就可以进去了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 好 那我们大概的课程 今天应该会很快哈 在第一部分会跟各位去讲 好 就是Vaya的这些基本的功能 包含界面 环境 那还有很快的你就会产生出来一个报表图形 好 那今天也会有作业 那接下来大概第二部分呢 我会去用所谓的AI自动的解释 这些模型的变数的解释 那还有呢我们现在有些跟时间有关的 这么叫做时间序列 那再来大概后面会去谈到所谓的监督式学习 那用到这个它里面的建模的这个 比如说决策术啊 这个随机生理这些 让各位去理解 那好处是不用写任何的程式 直接用拖拉式的方式 但是各位都知道最重要要理解 所以说所有的过程各位不要死背 有的时候它改版的时候 可能过程优化呢 但是在整个我们称为叫做资料分析 这要科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这整个的过程是最重要的 有些细节它可能随着软体的更新 时代的进步 它或许过程会变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大概处理的顺序 还有原理 好 我先来很快的介绍一下Vaya是什么 Vaya呢它是一个一站式的资料的前处理 那这个其实SARS呢 它有一个叫做SARS的EG 那另外一个叫做EN EG就是Enterprise 也就是做所谓的AI 机器学习 那为什么又产生一个叫做Vaya的这个套件呢 最主要因为它就把这两个整合在一起了 视觉化又更好 所以说它就会变成一个统一的一个分析的环境 所以说等一下呢我会先教各位怎么样把资料汇入到我们的Vaya 那一定嘛 就像我们要处理Excel 你没有任何的资料 Excel也没有办法帮你画出来这些的报表 那SARS呢也还不错 因为各位都知道现在AI大数据常用的语言 不外乎就是Python 还有一些研究单位医疗单位呢 它还是会用到R这个语言 老师最早的话是由R开始起家 大概九年前 那转到Python大概也是这五六年了 之前R还算是略胜一筹 但是大概六七年前Python就越来越变成一个AI大数据的一个主流 好那你们也可以到SARS Vaya的这个网站去看一下 这边我就不细讲了 好一样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人工智慧现在很很流行 而且各位现在不知道 当时有跟各位提过那个CHAT GPT 回去有没有试一试 前两天看新闻才有人可以把那个CHAT GPT 把它当成男朋友女朋友在问 那也可以试试看 好一样我们其实这个机器 其实将来的这个所谓的机器学习 什么叫机器学习 我先讲一下 就好像各位现在念到大学 你们有没有知识 你们也算专家了 那你们靠什么 不断的学习啊 对不对 从学龄前 爸爸妈妈就送你到可能产业班或者是托儿所 接下来小学中学高中一直到大学甚至研究所 大家也都是不断的在学习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越来越厉害 而且又越来越分门别类 像老师是资讯的专家 陈老师是这个参旅的专家 行销的专家 好一样啊 对不对 那我跟陈老师为什么会有差别 因为我后来所学的这些的资料资讯 这是偏资讯方面的 那陈老师可能就是偏餐饮 服务方面的 我想就是一样 所以说各位也不要认为 AI是无所不包 那当然就是你为什么资料 他就会变成什么样的AI的专家 那一样CHAT GPT 他也没有办法帮你分析一些数值的 或者是决策数啊这些 那他的语言是可以去做语言的处理 所以说各位这个不同的一些机器模型 那我们这次做的呢 大概也是资料角度的来看 就是有数值的部分 那我们这次不会提到所谓的文字的部分 语言的部分 这个都是包山包海 各位这个AI里面真的领域非常的多 好 那这个Vaya里面就是蛮重要的就是 他能够把原始的资料 等一下我们也会从Excel里面看到 我们这一次给各位的资料 几原始的资料 大概40几个栏位 那每个栏位代表的意义不一样 那怎么样很快的看到资料 理解这个资料 就是我们第一阶段 大概要去跟各位提的 那第二部分要提的就是这一些 各位可能有听过的一些 AI的模型 现在最最流行的 叫做什么CNN RNN 甚至深度学习 那我们这边还会用到比较传统的 比如说内神经网络啊 这些水基森林这些 那各位不要看到好像很难 等到用到Vaya 你就发觉到好像就拖拉似的就对了 原理不用管 好 那Vaya里面它有高达了200多个模型 所以说这边等一下都可以从里面去看到 资源向量机 学测速 背试 激度 水基森林 那也可以去做cluster 重挤 那当然最简单的就是所谓的线性回归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SARS Vaya里面的架构 Architecture 那这个是传统的 传统的SARS 9 第九版 那现在出来的SARS Vaya 唯一跟这个比较不太一样的就是它会变成一个云端化 各位我们这一次用的全部都是用Browse 那主机呢就在我们中海管理学院这里 那你们就是借由你们的这个 这个EC连接到利用Browse 去透过主机 所以所有的运行都不是在你自己的本地端 那SARS Vaya里面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叫做SARS In-Memory的 Engine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要做In-Memory呢 其实就是你们现在所有处理的这些资料 不是在你的本地端 在In-Memory就是它Server上面 云端的这一个储存器里面 它会有一个引擎去帮你去做处理 所以说等一下呢我们这些的资料都会要去上到我们的这个云端的主机 那这个名称呢它就叫做CAS 云端的分析服务 那它的好处呢当然了就是它是用主机的这种效能 这个In-Memory的 Engine 好那这里就大概也就是刚才各位老师有提过的 好首先一样我们现在先请各位先登录一下这个网址 那网页打开来应该这个Copy上来就可以了 那老师都已经分给各位了 那我想现在先给各位三分钟的时间 就一填写你的账号密码 然后登录 那这个是刚才会经过的 因为在Chrome里面呢它认为我们的连线是有一点疑虑的 所以说会给个建议 但是各位不用担心 直接连线上去就好了 好OK那我先把这段时间先还给各位 等一下各位呢就先进到我们的SARS VIA的环境里面 那我也趁这个时间做一个登录的动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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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账号密码已经登录了 好 等各位一点时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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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求之若渴 虽然眼睛现在差很多 但是我觉得 这个讲义我编了一次 编了两次 就是已经是第三版了 真的是 江老师也是真的是 都很佩服我自己 都不用这么拼了 但是觉得这个软体对各位是真的很 很有帮助的 好OK 那这边的过程你们就 看一下 因为老师之前已经有登录过了 所以说这些预设的welcome的画面 你们就参考一下 好 那我就自己再换了另外一张的照片放上去了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主题 那当然这个主题也就会 我们大概常见的就是所谓的白色的鱼跟黑色的鱼 那通常如果说各位写python的程式的时候呢 会习惯用深色的底 为什么呢 因为反观就没有那么强 你常常在看荧幕的时候 这个部分后面都还可以再去做设定 好 这边我就在实际上就不demo了 因为这个它只是会秀过一次 好 一样welcome画面完了之后呢 它会你就直接可以开始就好了 那当然呢 它还有一些教学的影片你可以去看 那通常就不用了 好 那进来之后呢 就会到像这样子的这一个画面上面 好 那这个是到老师的这个fifty 我的照片也有改 你们改一改也可以了 这就应该你最后单上再用吧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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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